他自己進來 你知道那個時候就有一塊 後來新竹法師的那個甲仙天宇山 要做自然道場等等 就是找我去給他 然後我就帶著這一群尼姑 到處看希望怎麼樣做生態立化 恢復天然靈 然後怎麼樣做有機容岩 這個這個 然後來莊園苟土等等 但是呢 曾幾而二十年 新政權一上任 就開始搞生態公法邊坡整治 始終雍則是一個叫做郭千江先生 那個時候他是韓太的工程 一下子掌握權力 哇塞 什麼森林什麼他都懂 生態公法什麼東西 那個你知道 這些過程我隆隆重重講 到後來我認為有點觀念的 在歷來政客當中 有自然觀念的 肯定來 有喜昆 接下來我不知道還有誰有 我不曉得先告訴我 那李前總統呢 以龍勿靈 勿國 現在他大概對我很不爽 原來我就對他很不爽 只是我只是很敬佩他 他是台灣史上極少有的大格級有捷悟的人 他厲害 真的厲害 跟他對話 幾次對話才知道真的厲害 沒有他沒有辦法幹掉好多次 在蔣經國的潛力轉移過程當中 然後你看 用宋楚瑜 又讓 又讓宋楚瑜永遠沒有機會 因為台灣最應該保育的時段整個措施掉了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中國領導人要做保育 我會很高興 我又會 有機會我跟AA幫忙 保育最有效的就是專制強勤 只要用這個地方 搞不清 民主時代 這講的 你要看 接下來這個我不要 大家可以幫忙 可以幫忙 老爺 我